说实话小编一直都知道未来是机器人的元年 但令小编万万没想到的是 如今机器人在临床医学上都有这么大的作用了 而这一发现正是来自于中国 6月12号下午来自28个国家的十位驻华大使 八位总领事和其他高级外交官 共40余人走进了上海征征机器人股 现场感受了多款中国高端机器人 在体验完之后竟然都一口同声地表示 这才是科技改变生活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使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读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2024年首场携手央企对话世界活动 在上海中国商飞基地正式开幕 本次活动旨在向世界推荐 中国大型高端装备制造的最新成果和明星产品 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在访问完中国国产大飞机之后 就来到了张江机器人股 参观了医疗机器人 手术机器人与康复机器人等 在现场泰国驻华大使韩灿财尝试使用了上肢康复机器人 按照屏幕指示摆动自己的手臂 很有意思 感觉在放松自己的肌肉 相信可以帮助很多病人减缓疼痛 据悉韩灿财大使刚来到中国旅行两个月 他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了解中国 找寻泰国与中国合作的潜力 特别是在医疗领域合作的契机 很棒 接过咖啡机器人制作的咖啡 阿根廷驻华大使马志远喝了一口赞叹道 希望自己的国家也能引进这些机器人 造福本国民众 提升大家的生活水平 一位驻华使节还在现场向国产智能人形机器人提问道 谁赢得了2022年的世界杯冠军 该人形机器人准确回答出是阿根廷 顿时就赢得了使节们纷纷拍手叫好 表示非常聪明 非常棒 随后大使团还体验了机器人智能绘画 亚马加驻华大使亚瑟威廉姆斯高兴地说道 画得很好和我很像 就连我的抬头纹都画出来了 我们都知道机器人是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 而上海正是中国机器人产业最大的集聚地之一 2020年11月 张江机器人股横空出世 原区位于张江科学城核心位置 分为机器人研发制造商业拓展等四大片区 拥有机器人产业的头部企业创新企业创新机构八十余家 据张江机器人股项目负责人王涛介绍 原区以高端医疗机器人为核心 以特色工业机器人智能服务机器人为重点 以机器人关键零部件 机器人关键控制软件为突破 形成一核两重点两突破的产业发展格局 2022年12月初 ABB在这里举行投产仪式 宣布其领先的机器人超级工厂正式开业 这一采用全自动化柔性生产的超级工厂 即生产与研发为一体 将应用其数字化和自动化技术制造新一代机器人 进一步增强中国机器人和自动化领域的领先地位 用机器人生产机器人也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诠释 钢骨格加绑带马达配传感器 背包是蓄电池 用机器人给残疾人插上康复的翅膀 是富丽业创始人顾洁埋在心里的种子 2015年从张江孵化器40平方米起步 到如今落地张江机器人股6000平方米 富丽业深耕智能机器人领域 持续多年高强度研发投入 大建起为社会行业增效富难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平台 并垂直应用于健康教育等多个生态场景 家住浦东北菜的朱阿姨在散步时不慎被电瓶车撞倒 至右侧骨骨颈骨折 手术治疗出院后 朱阿姨来到北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经过半个月的康复治疗 从双腿移动困难 生活难自理恢复到如今能够单独下地行走 缓慢上下楼梯 北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上海市首批示范性社区康复中心 400多平米的康复治疗区配备了负利液智能下肢康复机器人 腕关节和踝关节康复机器人 上下肢主被动训练系统的 大大提高了患者的参与互动性 同时还解放了治疗师的双手 以较少的人力照顾到更多的患者 提升了整体康复治疗效率 负利液智能康复创新产品总监杨志豪表示 在这里我们除了可以服务顶级的三甲医院 还能以普惠的形式赋能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把智能化康复技术下沉到社区 让居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等同于三甲医院一样的康复服务 目前张江机器人股已经聚集了一批 ABB富利液这样的机器人优质企业 年工业产值达221亿元 已引入ABB机器人赋能中心 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创新中心 仿生机器人实验室 国创工业软件研究院等一批功能创新平台 并设立了机器人股质量基础设施服务站 不断提升园区专业化服务能力 推动特色产业向高端化 集群化 品牌化方向发展 今年正好是尹刚刚扎根浦东张江的第十年 研究生毕业就从事机器人领域的尹刚刚 从工业机器人起步 最终将试验目标瞄准了康复机器人 并带领团队研发了多款具有全球独创理念的产品 就在去年11月 4E智能还发布了全球首款脑机软体 首功能康复机器人 并拿到了国内注册证 按照尹刚刚的计划 今年4E智能还会有三款设备 拿到医疗机械注册证 尹刚刚高兴地表示 以前我们是国内先申报再拓展海外市场 随着之前产品得到海外市场的高度认可 我们现在研发的创新产品 走的都是全球同步上市的道路 不需要开炉 不需要做侵入式的创生手术 使用一身脑机接口康复训练与评估系统 患者只需佩戴脑电帽 就可以用意面操控手腕手指等进行康复训练 该系统是国内首款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 并实现临床落地的脑机接口软体首功能康复机器人 国内外多家巨头在不同领域探索脑机接口技术的应用 本身落地的项目并不多 而用于康复领域并实现量产的更是少之又少 除了神经信号处理脑机接口带宽设置等技术壁垒外 脑机接口器械的设计及安全性也关系到其临床试用性 作为康复医疗领域产学研转化的代表 私益智能携手交通大学华山医院等研究团队实现了脑机机协同交互 系统融合了柔性驱动与神经科学技术 显著提升了产品安全性、操作性、便捷性 例如设有多重安全设置、专利器动与传感技术 可有效避免二次伤害 具有全周期首功能康复训练模式 包含肌力、关节活动度、认知、日常生活能力、协调性、情景多维训练等 在产品设计上 一身脑机接口康复训练与评估系统采用弹性织物和无压横缝制技术 使患者手部受力均匀 不会对皮肤造成伤害 且康复手套有多种尺寸 能满足不同手型患者的需求 通过一身脑机接口康复训练与评估系统 患者可实现多维度、多场景主动化的康复治疗 大大提高临床康复效率 有效降低了患者致残率 这是基于在技术及设计上的领先性 一身脑机接口康复训练与评估系统 还获得世界三大设计奖中的两大评审团认可 斩获德国红点EVE两项国际大奖 该产品推向市场后就获得了数十台的订单量 已入驻四川、江苏、山东和浙江等地的三甲医院康复科或神经内科 目前CE智能的多款产品已获得中国NMPA、美国FDA、欧盟CE等多项权威认证 进入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四千多家医疗机构、六万多户家庭 服务全球数百万人 受到多国专业康复机构、康复治疗师及患者的信赖 如今产品好了 但打开市场都绕不开一个 价格 我们最早的机器人手套要卖到上万元 现在最基础的款大概在500元 在追求卓越产品质量的同时 我们深知成本的重要性 因此每一次的产品优化迭代 对研发团队来说都是一次极大的挑战 他们需要竭尽全力不断地推翻、重塑 以求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实现成本的显著降低 这其中的艰辛如同八层皮斑的痛苦 也正是这种痛苦才铸就了我们产品的卓越品质和竞争力 尹刚刚感慨道 对于产品的降本 他始终执着 自2022年搬入专家机器人股后 私益智能团队已增加至上百人 如今他们又多了一道身份 浦东新区养老产业生态合作伙伴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觉得未来机器人最该被优先使用在哪些领域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 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